未经许可,未经许可,未经许可 有时简单的家常便饭 都可以是生活中的小缺幸 就等汤水大人教你用一送一汤 煮出家的味道 好, 去吧 知道是甚麼了嗎 甚麼事?全都起床了 你別胡說 雖然我這樣有點男人味 但我也想保留少許女人的氣息 不過最近說話多, 有點濕毒 今天要煮一個湯給你喝 清熱後, 又可以燒腫 你也說得對, 畢竟我都是女生 你快教我吧 沒問題 說到去濕這家店, 我久不久都知道 全觀眾都知道 其實去濕, 離不開是冬瓜異米 我想問你這個湯 跟平時我們煮的湯有甚麼不同 異米未必人人適合用 如果我們今天用這個 就是藍豆和春灣赤小豆 去濕和甜之外, 也有很好效果 藍豆, 其實外形和平時的扁豆 都不同 它圓滑、漿滑, 甜很多 而且鬆化很多 去樹濕效果和去濕效果都會好很多 用在乳湯之外, 其實酥湯也適合 好, 今次先說一下粟米 通常會把粟米放進去, 對嗎 對, 除非是粟米酥 粟米的粟米都是清熱解毒的 是 不要浪費了 即是每條粟米都可以吃 可以煲湯, 不是用來吃的 對, 先把粟米的粟米放進去 讓它不要弄到周圍 那豈不是像海大一樣 對, 沒錯 那你幫我先做這個 很有趣, 我覺得煲下去… 最重要是甚麼 我覺得它發大後 它不會阻礙我整個煲湯的位置 對, 不打個粟米, 整個煲湯也是 對, 即是撈不到渣 撈不到湯來喝 沒錯, 如果你說煲得很… 譬如你家裡煲湯多人大煲 有幾枝粟米, 用一份粟米的酥 還有這個就足夠了 每次做的粟米 都會讓我彈到整個廚房 你放的時候不要… 你轉著它 是 吃下去才慢慢… 原來要先轉了 你嘗嘗 好, 原來… 原來要嘗嘗, 這是陷阱 很害怕 你拿著粟米 好 行了 但要很大力 對, 但我們趕時說 我們先忘記把肉出水 是, 好 我們這次用這個糖排 糖排比較便宜 而且有很多肉, 也比較軟滑 我喜歡拿這個來煲湯 因為煲的時候 煲完後可以吃軟一點 我肉骨茶會選擇 這個真的很好吃 對 還是凍水出水 但骨類會出久一點 是 因為血水比較多 知道 出水的同時, 這些是否需要泡水 哪些要泡水 那是蠔絲和豆 好, 我先泡這個 那它是熟水泡還是生水泡 生水可以 如果豆有兩個做法 如果朋友的胃很容易脹 很容易有胃氣 豆就可以先炒 不用加那麼多 這麼多豆 煮完兩隻豆後會否大了一倍 又不會大很多 而且這個赤小豆就這樣焗水 也可以 可以去水 這麼厲害, 根本要買回去 不用煮 可以的, 我們處理冬瓜 好 冬瓜煲湯一定是黏皮 是 不要去皮 因為皮也是好, 可以去濕 要刨浪 對, 要刨浪 你可以切掉浪 好 切掉浪 冬瓜浪也會有它的用途 有甚麼用途 生意解毒 但有些人想吃 就切掉它方便一點 冬瓜有否要大件或小件 如果我們煮冬瓜湯 大件 大件, 差不多兩個小時 對, 要融化 對 好 好, 大件 這樣就夠了 冬瓜其實也容易處理 而且也很飽肚 減肥的人經常說 它也算是陰蜜 對, 它的水分也很重 然後呢 我們會做冬瓜 通常冬瓜是大家放進去煮湯 這個方法令冬瓜湯的甜味 扯出來 讓素食的朋友 或者痛風的朋友 連腰果也無法加 我們用這個方法處理就好了 所以有時候 例如我媽媽或身邊的朋友 他們經常都著重健康的問題 有時候不是加腰果 可能加了很多不同的豆類 對, 可以的 令味道很豐富 因為豆類本身也有一定的油分 而且很甜 但有些痛風的朋友 吃不到豆 那就可以幫忙 還有, 再給我一個提示 如果冬瓜不加豆的話 加一點油 令湯不要不太滑, 變得更滑 好, 現在先把薑煮白鑊 為何要這樣做 冬瓜始終要大一點涼 可以把汗氣扯出來 是, 即是它就這樣燙了 就放冬瓜, 不是炒豆 對, 這次我們不炒豆 好 冬瓜就這樣放下去, 我未試過 不知道會否焦呢 很慢火 但因為我們先開了慢火 我想餐廳比較熱 是 來, 幫我放下去 我們準備煮水 煮水 其實我們只是燙一燙 好 要加水嗎 多熱一點 好 冬瓜本身的水分是很豐富的 有人會說 我煮冬瓜湯或番茄很淡 為何你會拿太多水 你要計算數字 對, 因為冬瓜一邊煮水 所以煮水分要減少 對, 好 好, 現在可以撞 夠嗎 加完也不怕 這樣 可以 好 好, 我們可以先放下去 好, 剛才提起我們一件事 豪豉要放冰箱、雪糕櫃 否則很容易發霉 而且冷藏時 你會看到白色的東西 不要放進去, 那些是鹽花 那些不是發霉嗎 不是, 因為豪豉本身 跟姚柱一樣 它本身有鹽分 如果冷藏時 它會把自己的鹽分擠在上面 而且鹽花摸起來比較粗 是, 真正的壞是怎樣 霉霉, 即是綠色的 原來如此 它差不多沸騰了 我想問有否先放哪個食材 其實沒問題 我們可以一次過放進去 是嗎 對 這樣也不足夠 不會了 好, 然後倒進去 這個肉已經出水洗乾淨 我們放進去 湯汁很豐富 這個湯不僅清熱去濕 我覺得還可以吃飽肚和減肥 大滾10分鐘, 轉小火 煮它兩小時 關火半小時, 這樣可以喝 兩小時, 放入水洗乾淨 小火鍋 得到一小時, 水洗乾淨 這是水洗乾淨 要用五分鐘, 要用鴨子 把火鍋去洗乾淨 好, 充填水洗乾淨 再煮一杯 除水, 水洗乾淨 為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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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後煮完了 當然我們要煮菜了 你平時喜歡吃甚麼 我平時很喜歡吃茶餐廳 越肥的人越喜歡 蔥油雞扒飯、椒鹽豬扒飯 這些都很適合我 果然口味和我差不多 我們都是重口味的支持者 對 今天我們煮鹽菊蔥油脆雞扒 加一隻煎蛋 好,馬上教我 那我不用外出給錢吃 好,我們先處理雞扒 我們先用廚紙 好,一定要先把水吸乾 因為待會更容易入味 而且不會不斷飆水 是否沒那麼容易彈油 沒錯 但至少水分不會太多 我們在醃之前 一定要割幾刀 知道怎樣要割幾刀 讓它更入味和容易熟 對,而且筋位 如果這些筋位 我們盡量切斷 是 那就不會再熟一塊 我們不要切穿皮 是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你說這些 搭出來的肉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剪掉 不要嗎 不是不要 我們把它放在這些位置 待會煎的時候就會平 好 我教你的方法 如何醃好 好,我們把它醃好 其實這次有點特別 通常醃料 大家都會用鹽、油、糖、粉 這樣 我們這次用鹽菊 這是甚麼 鹽菊是發酵的 它令肉可以鬆軟一點 鹽菊聞起來 可能每個人都喜歡 它好像發酵了的味道 但它是一個很天然的醃料 所以如果容易敏感 或者不能用太多化學物質的朋友 可以用它 我們先給一個小筋 不要加太多 因為它本身都有一定的味道 即是它是甚麼味道 你可以用一個 其實我建議你用它 試一點點 我試一點? 那你才知道是甚麼味道 有酒精嗎 不會醉的 我很容易就醉了 是嗎 很壞 我們醃的時間短 可以多加一點 一定要把它擦掉 是,好 我們幫它按摩 對,我們醃的時間短 所以可以多加一點 但如果醃得太久 就不能加太多 好 我們可以加這個 糖 加糖 加糖 少許糖 為甚麼要加糖 調味道 好 還有我們可以… 假設它不夠鹹 你可以加一點 是 因為鹽谷已經鹹 少許的 蠔油 你可以用蠔油 你幫我按摩 好 我起初以為鹽谷 即是用鹽醃去醃 然後再用菊花去… 不是 是 去磨一下 然後我們加一點味醃 好 味醃是否真的有酒 它有酒精 但為何要加味醃 味醃可以幫它… 始終這是雪的 除了我們剛才加了鹽水汁 我們可以幫它披披雪味 是 有些人很怕那種雪味 是 加一點檸檬汁 我加一點味 這麼快就加檸檬汁 會否苦澀呢 不會,很少 我們醃的時間很短 好 我加一點麻油 為何會加麻油 你嗅到很大,不是嗎 嗅到嗎 讓它更香 待會煎的時候更滑 好,醃它大約15至20分鐘 便夠了 好 雞排醃了一段時間 我們拿去煎之前 要做一些東西 鹽谷很容易燒焦 我們要把它抹走 對 這麼辛苦? 其實拿兩根紙,拆著它 一抹就行了 還有為何我用鹽谷 有些朋友說它很敏感 沒有太多化學的東西 這樣很適合 我們先要熱烤飯 好,要加油嗎 不用 因為雞皮會滲一點油 對,我們用它自己的油 煎脆 我用雞肉也是這樣做的 對,沒錯 但雞排我不太喜歡 因為很多時候 雞排會比較容易燒焦 所以我們熱烤鑊 放進去後就收縮了 好 現在我們雞皮向下 是 它縮縮了 對 你撐開它,它縮得… 我不太熱 你很猛,很厲害 你阻止雞排縮縮 好,我們先調整一下 好 好,給我石紙 石紙 好 我們煎雞排就不要蓋上蓋子 為甚麼呢?因為水蒸氣 會令雞皮不脆 我們可以完全不吸石紙 但石紙有一個縫隙 但我們想受熱平均一點 放在這裡 有個瓶子,壓住它 為何要這樣做 受熱非常平均 我想它的雞皮全塊都能碰到 那會否更快焦點 不怕,你會放著它 我放著它,我幫你放著它 如果這樣煎,大約六至八分鐘才煮 好,雞排煎了一段時間 我們可以把它拿回去 這樣 剛才我們兩邊也煎過 你看到它已經很金黃 你說我想那邊也很香 可以再煎一會 或者你說我擔心它裡面 不知道熟不熟 雖然我把它剁掉 你可以關火,放一會 這樣就不會過火了 很漂亮的黃金煎雞扒 好,先攪拌一下 不要馬上切 你想它有汁的話 好 我們還有很多… 你喜歡吃蔥吧 是 沒錯 蔥是嗎?大量可以嗎 可以,是先下火才開 先下火,我先拌好 好 薑 然後我要一些乾蔥頭 蒜呢 也要,我的重口味 是,蔥花的也要 再加一些鹹味 你可以加一點鹽 然後它就會變縮 先拌好 然後還有… 有些人說我怕它不夠味 加一點豉油 已經加了嗎?會烤焦嗎 有些人會這樣做 你可以隨你喜歡,我只加一點 但我很怕它死鹹味 加一點糖也可以 剛才我們有雞油 不浪費,但也不夠油 我們再加一點 原來蔥油雞扒飯的蔥油 要配上雞油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以為它這樣灑油 就已經有味 其實多一點油也不怕 你可以多做一點 對 這個可以加一點麻油也可以 加一點麻油 要用火煮一下嗎 我要油是出煙的 真的會很煮 好 它已經有油煮了 要不要收小火 不用 真的嗎 不要怕 很厲害 我想多一點 還想多一點火 你行嗎 我,我怕 不用怕 因為蔥蒜是靠很熱的油 然後將它出味 放進去 炸一下 那你的味道才能出現 好,我們關掉它 我們這個也不算非常胖 我看它也不算是… 有很多油 但這個不用煮嗎 可以的,可以用就可以了 我們把蛋沾好 好 是否要焦邊 是 好 很高難度 誰知一打也爆了 好像油好像不夠 我先嘗嘗,還可以 夠了 我可以起床 不要動它 但還沒焦邊 不要動它 好 平時我吃蔥油雞扒飯 我喜歡加雙腸 有些人喜歡加蛋 我喜歡蛋,因為很喜歡… 那個醬汁 醬汁 但蔥油雞扒已經很濃 然後還要加蛋醬汁 一次而已 是 好,其實差不多了 好,很漂亮 整個蛋的顏色會不同了 現在做好鹽谷蔥油雞扒飯 事不宜遲,馬上去嘗嘗,我忍不住了 很棒,很快就能吃了 太好了 可以開動,先試湯水 煮出來的顏色跟原本的顏色 差很遠 知道為甚麼嗎 不知道 因為有春灣赤兆豆 因為有池實或赤兆豆 湯會變深色 加上冬瓜的顏色 變成灰色,灰綠色 沒錯 我覺得很清甜 不會太濃 雖然顏色很深 但喝起來的味道很清甜 所以不用怕,湯很吸引 我們有這個金舌頭 對,而且不濃 好了 其實我一般不用吃 但粟米皮是不吃的 對,你有否建議我吃哪個 我建議你吃哪個 其實我建議你吃豆 我吃豆嗎 我真的想試試 因為你試試藍豆 反而我想你試試藍豆 好,我沒試過 這麼像花生 但我想你先咬一下 你吃一下 好 感覺很甜 而且很鬆 我覺得它的感覺很容易溶 它不濃 因為平時我們吃的 是否叫赤小豆 很大粒 對,會鬆開 對,很鬆 然後很濃 有點像吃軟的花生 但它咬完後 口是不會黏著 吃口也很粉 很鬆 對,沒那麼濃 對,所以很多人都喜歡它 試過它之後 這塊骨很好吃 這塊骨嗎 好,我聽你說 有點脆 而且糖排煮完後也很鬆 而且湯沒有油嗎 因為我們出水煮得很好 原來是跟出水煮的 因為一般豬的軟骨 會有油脂分泌 我看你沒有特意割走油脂 或筋部 但還保持骨骼圓 但真的沒有油 因為我想它,為何我不會再切掉 因為湯有點油香 但有香味 但不會遮住口味 這個很好喝 這個去濕後就一流 去完濕後,最重要是甚麼 再上熱 然後這邊就很… 說鬼入,說鬼出 對,這樣才可以再煮你的湯 沒錯 現在這個可以外出吃 家裡自己煮也煮得到 我馬上試試 究竟跟外面的味道一樣 因為它用了鹽菊 我現在試試鹽菊雞排 很像 很好吃 很有加的味道 是嗎 對 因為凡是所有的菜 我覺得有加薑和蔥 就是媽媽會做的食物 因為回去後會有醬油、醬油 一定會有醬油 這些是緊的 最重要是我覺得這個蔥油醬 沒有加醬油 但我覺得它很滋潤 而且是夠味 好,我現在事不宜遲 所以我要連接一口飯 再吃一口 先試試 我再喝一口 很好吃 如果等於吃不完的話 打包是嗎 我就打包回家吃 你應該帶湯 我會的,我全部都會打包 家庭觀眾,如果你也想吃的話 那你就要跟我們以下的材料 做出一模一樣的材料 比較好 ? 我會的 겠습니다 真是 車子 開吃 那個 別 車子 某 車子 快 可以 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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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记得订阅这个YouTube频道 更多ViuTV的触本节目 将会定时上架 按下个铃铃 一有新片,马上通知你